为了培养社区更多的摄影和影音创作人才 共同投入社造 文化局日前特别开办培训课程 将近30个社区参与 学员的学习成果 目前正在文化局图书馆的走廊展出 一块来看看 经过三个月的学习 来自29个社区的48位学员 将成果展现在大众面前 40多幅摄影作品 都是长期投入社区营造的学员们 为社区记录下的影响 我是五湖社区 现在来这边写了一些 比较有技巧性的记录 我希望说我回去能够替社区 拍一些记录 然后做一些留一些记忆 或是做一些报告 都可以用得上这样子 我自己本身是少船头商圈发展协会 我们这次特地来这边 文化局就是上这个课 就是希望说主管老师能够教我们 就是说怎么样子能够在 你在活动中你拍的照片可以聚焦 让大家看见到你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这一次我们大家来都学到了 我是文庵社区的 那我们这次来参加这个社区摄影的学习 那其实这一些摄影展的话 对我们社区以后就是拍 可以把社区更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我是德安社区的 我本身很喜欢照相 差不多上半时间都会带着照相机 只要看到有美的东西就可以拍下来 其中学员李千瑶 还特别将照片转印在包包上送给老师 指导老师李竹旺说 学员能在初阶学习课程后就开成果展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除了学习到摄影和影像创作 也在彼此学习中累积不少设造经验 因为我们这次来自于很多社区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社区的人员 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透过这个课程 可以彼此之间互相的学习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来讲的话 其实不管是个人的部分的学习的部分 跟其他社区的互动的部分 都有的情况之下 这样的学习我是觉得是很难得的 为了培养社区更多的摄影和影音创作人才 共同投入设造 记录在地文化特色 文化局日前特别开办培训课程 学员的学习成果 目前正在文化局图书馆走廊展出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欢迎你 记者曾均云曾华导 订阅